很多司机朋友都知道夜间行车要慎用远光灯 但是仍有不少人不规范使用远光灯 你们知道吗 汇车时开启远光灯的话 很容易导致对方车辆的驾驶员出现视觉盲点 交通事故也因此而发生 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怎样合理避免远光灯造成的伤害 首先可以使用遮光板 目前市场上主要销售的防远光灯产品 主要是一类配有黄色半透明的遮光板 到底遮光板能不能减少远光灯对人眼的刺激呢 为此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在无遮光板的时候远光灯非常黄眼 炫光明显几乎无法看到对面的车辆 这也是平时驾车时的体验 而在有遮光板的时候 炫光基本消失 并且能够看到对面来车也不会太刺眼 由此可以看出 遮光板对于防止夜光灯的伤害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其次可以配戴汽车夜视镜 在原类上与遮光板的效果类似 但这是配戴在眼睛上的 相对于遮光板来说 还能防止后方汽车的远光灯 对驾驶员视觉的影响 所以在使用效果和范围上 是比遮光板更省一筹的 最后假如没有这两件物品 那么在遇到远光灯时该如何处理呢 我们可以闪烁远光灯来提示汇车车辆 如果对方仍然开启远光灯 则要将汽车车速放缓 切记直视对方车灯 如果感觉出现视觉盲点 或者是视野丧失的情况下 就必须要靠边停车 更不要开堵汽车和对方互怼远光灯 这样是极其危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